大家好,这里是安小云说电影 你有没有想过拥有游戏里面角色的奴隶 无限命不怕死的 死了就会重启一天的生活 本期就带大家来体验一次这样的感觉 科幻片《领袖水准》 早上7点,迟到杀手准时到来 身边女人的叫声吵醒了梦中的罗伊 只见她如同开了挂一般 轻轻松松躲过杀手攻击 并且还能遇见下一次动作 用咖啡壶将刀哥拍倒在地后 罗伊没有捕刀 而是站到了房间柱子后面 下一秒直升机出现在窗外 加特林一顿吐吐,刀哥起身便被射成了筛子 罗伊则准确地在杀手换弹之际现身 一飞刀将其插死 随后漫步在加特林失控射出的弹雨中 缓缓走到沙发处坐下 没有休息的时间 直升机马上爆炸 罗伊赶在前一秒跳楼 刚好落在下面经过的卡车上 就这一环节,罗伊练习了22次 掌握不好时间就会被活活碾死 穿过马路抢劫一辆到齐 连车主要说什么罗伊都知道 接下来会有一对母女杀手开车追杀 一阵还算精彩的飙车戏码后 到齐被公交车撞上 罗伊直接飞进车里当场破壁 这是他经历的第79次去世 是的,罗伊陷入了一个循环 就像是在游戏中死后重新开始 他的第一关就是闯进房子的刀哥 接下来是加特林 然后跳卡车 死了14次后 掌握了母子杀手到来的时间 但还会有一个叫观音的女人 把她头砍掉 并且每次都特么得亮个相 一或是被停车场的炸弹客炸死 被一个与自己挺像的男子干掉 有时候他能干掉一波杀手 但摔不过三秒 就会被下一波弄死 罗伊到现在都不清楚 自己为什么会陷入循环 因为没有时间给他去查明 他曾在第48天时 打电话给自己的前妻 接电话的却是他的老板 并告诉他前妻已经摔死了 还没等问清楚咋回事 就被杀手的RPG轰成了烟花 罗伊从来没有活到过 查清楚事情真相 第144时 罗伊成功躲过公交车 并成功在一处厂房内 躲过了母子杀手的火箭筒 竟跟着三发炮弹 送娘俩升天 接下来 罗伊来到一家中国酒馆 和郭造的酒保聊聊天 在黑人安全战家 诡异的目光下 干掉一瓶白蓝地 一位获得过12次冠军的中国基建运动员 会在11.05分准时到达 罗伊和他目前还没有什么交集 杀手们会在12.47分时准时取走罗伊的性命 这个时间是罗伊的最长纪录 他到现在都没搞懂 这群疯子为什么要杀自己 这场循环游戏的开始 按照正常时间走的话是昨天 按照罗伊的循环经历 就已经是几个月前了 那天他收到前妻邀请 到他现在的公司面试保安 可以看出二人还是有些感情的 为什么离婚呢 老生常谈了 罗伊是个退股兵 有创伤后应急反而障碍 前妻在这里已经不眠不休 持续研究了5年 成果是能终止时间和空间 破坏地球的完整性 一直监控着前妻的老板 赶紧派人打算交谈 这么不得了的东西肯定不能泄密 保安队长前来下了逐客令 前妻找借口将其支开 然后剪下罗伊一座头发 并问他有没有收到过自己送他的生日礼物 还让他记住奥西里斯这四个字 离开公司后 罗伊到酒吧买醉 还搭上了一个美女牙医 中途接到过一通前妻的电话 说什么需要她的帮助 话没说完就被老板断了线 迷迷糊糊的罗伊也没在意 转而带着美女牙医回家完成生命大和谐 此时醒来便开始了循环 不知循环了多少次 罗伊终于是见到了前妻说的生日礼物 撕开信封里面是一本书 内容便是讲述奥西里斯的故事 在这场循环中 看书可不是件简单事得找个安静的地方 在第144天的时候 他发现了到齐的喷射加速装置 启动装置轻松甩开母女杀手 却也错过了去中国酒馆的路 上次片里还是第51次 那次罗伊想换个路线体会一下 结果死得老惨了 你们自己看吧 但为了看完书 这个险必须得跑 钻进游戏厅打开书籍 奥西里斯是古埃及神话中的冥王 生前是一个开明的法老 被自己的弟弟沙漠之神塞特用计杀死 随后被死神阿努比斯做成穆乃伊复活 成为冥界的主宰和死亡判官 执行人死后是否得到永生的审判 罗伊目前的处境就像是得到了永生 书没读出个所以人 却在游戏厅里看到了儿子乔 一路尾随乔想看看他在做什么 游戏厅主要经营80年代的复古游戏 这里的画面很细节 罗伊所过之处画面都会失去信号 注意这是个伏笔 这是罗伊和前妻离婚后第一次见到儿子 他自己都快忘了有多久了 带着乔乔离开游戏厅 罗伊正准备告诉他前妻已经去世的消息 一抬头就看到时间是12点50分 刚走近一些就看到屏幕失去了信号 结合前面在游戏厅里的表现 罗伊这才意识到 他体内有干扰信号的东西 大概是引来杀手的定位器 果然一种杀手很快围了上来 罗伊只能用身体护住儿子 又一次醒来 他又从刀哥口中问出定位器在哪 刀哥吃痛喊道 在你屁股里 于是罗伊用最快的速度过关来到酒吧 进了厕所就是一顿掏 结果很明显 刀哥是瞎说的 走出厕所瞥见安全专家 赶忙询问定位器放在人体哪里最隐秘 专家一刺牙 当然是牙齿呀 罗伊立刻想起 循环开始前 那个美女牙医曾给他做过牙科手术 找酒保要了瓶白兰蒂喝两把钳子 很快厕所就传出了专家气散的喊声 别误会 他是被罗伊拔自己牙的行为给吓的 终于在12点47分到来之前 专家帮他找到了牙里的定位器 紧跟着 和他很像的男人开门将其终结 循环开启 罗伊摆上刀割 抓住想着淘宝的牙医 逼问出让他做事的竟然是前妻的老板 马不停蹄地赶到酒吧 拔下带有定位器的牙齿 再利用牙齿引出杀手逐个击杀 有仇报仇 有怨抱怨 用炸弹客的炸弹把他们毁尸灭迹后 罗伊准备直冲大门营 一开始他准备开车直接闯进公司 但小瞧了大门的强度 于是第二次他用空中飞车 吸引警卫视线 利用后卫箱里的自制炸弹 将他们一窝端 却还是死在了保安主管手上 第147次 罗伊干掉了那个和他很像的杀手 伪装成杀手样子进入公司 但在电梯上被一位美国大兵识破 148次 他率先动手干掉大兵 走出电梯被顶着弄着 保安队长都懵了 咋这哥们儿 你非这么大劲闯进来 就是为了表演自杀吗 第154次 罗伊索性装扮成美国大兵 终于是闯进了老板的豪华办公室 结果砍掉他脑袋几十次的观音 等在这里 罗伊试了5次 甭管手中有什么热武器 最终都是被观音砍死 第156次 老板在他延一息之际出场 他从来没有活到过这一刻 所以这次触发了新的剧情 老板看他快死了也不隐瞒 他称为奥西里斯主轴 作用就是能让人回溯时间改变历史 不用想也知道 老板是要用他来改变世界的 可他当然不知道 罗伊此时已经触发了主轴 必然是前妻用他头发做的手脚 他这样做的目的 罗伊也猜到了 就是让他去阻止老板的阴谋 再次开启循环后 罗伊也没有交集去打boss 而是一次又一次的跑到酒馆 和剑术大师搭讪 请求对方教他练剑 剑术大师明天就要回国 认为一天的时间啥也交不出来 但罗伊不怕 反正能循环 他有的是时间 本身就当过兵 有不错的底子 再加上剑术大师的确名不虚传 罗伊在198天时已经能击败大师了 当然要较真一点 这个时间就太虚了 什么样的天才半年就能练好剑术啊 剑胜概念也没这么牛逼 吐槽归吐槽 剧情还得继续 第200天时 罗伊再闯boss老超 这次面对观音 他没有用枪 而是拔出了一旁抢壁的宝剑 只用一招便消掉了观音的头发 下一招则直接带走 顺带嘲讽一波 保安队长文生赶来 连开竖枪都被躲过 转个头就看见宝剑钉在他的门上 剩下的老板也不过是义和之敌 但这老小子临死之前告诉罗伊 他派一个杀手去杀儿子瞧了 谁也别想好过 罗伊一键将老板斩首 随后开车迅速赶往儿子所在的游戏厅 可还是晚了 这之后 罗伊也记不清到底经历过多少次生死离别 然后就是奥西里斯主轴过载 爆炸毁灭世界 于是罗伊心太炸了 他不再起床 任由刀割花屎干掉自己 甚至都懒得动一下被子 直到心中的伤痛剑鼠消退 才重新打起了精神 这次他没有去找老板给前妻报仇 而是静止开车来到游戏厅找儿子 陪着乔度过一段段美好的时光 直到主轴带来世界末日开启循环 然后再来一次乐此不疲 第249次循环时 末日前几分钟 乔触发了新剧情 他告诉罗伊 今天早上 妈妈还给自己打破电话 也就是说 前妻一直活到了早上才被遇害 自己醒来的时候她还活着 罗伊瞬间来了精神 只要能救下前妻 那世界可能还有救 可每一次到实验室时都晚了很多 老板动手的时间是7点14分 在罗伊醒来后至少活了14分钟 但如果是正常的通关流程 这点时间根本不够罗伊赶到这里 于是他决定卡Bug 直接劫持开启了直升机 迅速赶到BOSS巢穴后 还不忘卸下上面的加特林 毕竟一群杀手在这里等着他呢 人类的恐惧源于活力不足 你瞧瞧手里有了加特林还怕啥 让他们再去找乔 老子直接一如端 轻松干掉所有杀手和保安 这次罗伊终于救下了前妻 事情的真相我们也了解的差不多 无非是前妻发现老板统治世界的阴谋 一直被监控 没法告诉罗伊 所以只能由她的头发启动装置 让她在一次次的循环中自己悟出来 至于主轴 这玩意不能终止 只能重启 前妻用罗伊的DNA 做了主轴内缺失的部分 必须由她进入主轴中心 进行修正并重启 问题是前妻也不知道 这一去还能不能回来 罗伊仅仅抱着前妻深吻一番后 毅然决然走进主轴 其实她也没有别的办法 如果不进去试试 那主轴爆炸 循环继续 她依旧是无法改变一切 伴随着罗伊逐渐融入主轴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留给了观众一个开放性结局 领袖水准这个名字 安哥听得脑儿疼 你翻译成上帝模式 无限模式哪个不行 就算来个真人版浑豆罗 都比这个好吧 除去让人无力楚逃的名字 电影本身还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全片脑洞大开 虽然循环这个题材已经被用烂 但架不住让人看的爽啊 电影结束后有短暂的黑屏 背景音是秒针摆动的声音 很可能是罗伊还活着 并且重启了这一天 只不过这一次会不会再有循环 时间正常的往前走 但bug是 此时的主轴还存不存在 如果存在 那说明循环没被打破 如果消失 又与前一天 罗伊去找前妻相背 这点安哥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 毕竟时间悖论这个东西 没人说的清 欢迎有不同想法的小伙伴 在评论区留言哦 好了今天解说到这里吧 想看更多好看电影 可以关注安小言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 intelligence 2 3 4 4 5 5 5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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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